女神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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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拍攝 哈囉 歡迎收看女神CAMERA 我是你的女神叫朱小賴 又到了我們每週二最漂亮的八點週 好 首先呢先歡迎我們的造神團隊 歡迎我們第一位彩妝師joanne老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joanne 好的 歡迎我們的髮型師Keyo老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Keyo 還有我們的攝影專業的大神阿姿哥 哈囉 我是阿姿 還有我們幕後的造型師Megumi老師 今天來挑戰的又是哪三位 以為是把我自己摔進去的 不好意思 到底是哪三位女生要來挑戰呢 首先歡迎我們第一位 我們Amber Lele 哈囉 大家好 我們超過了 再退後一點點 好 來 再退一點點 這個點 來 這個藍色那邊 OK OK 好 我們再一次Amber Lele再介紹一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mber Lele 我開播時間是每天的晚上9點到10點喔 記得來支持我啦 好的 歡迎 來來來來 Lele應該上節目經驗非常的豐富 我好像曾經有遇過你了 有 我有遇過你 有 有遇過你 來 先看你這麼美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困擾呢 第一個 沒曲線的臀 對 就是覺得自己的那個屁股不夠翹 真的假的 我看一下 真的 來 介意我摸一下嗎 可以 翹都不行 欸 妳屁股很翹欸 來 第二個是 就是不夠細的腰 不夠細的腰 來 欸 你們真的很過分 有人嫌過你腰粗嗎 有 就是大家都說我就是少缺乏運動 然後導致我的腰不夠細 然後看起來在螢幕上就是大水桶 好 我等一下他採 他等一下訪我在好好的跟他講一下的那個 沒水準的地方 好 下個是希望變成DJ界的蔡英玲 對 因為覺得蔡英玲的那個身材非常的謙細 然後又是壯壯的感覺很病 那妳自己喜歡健身嗎 我自己不喜歡健身 妳不太喜歡運動就對了 不太喜歡運動 游泳那種可以 可是如果要是舉重那種真的很吃力 誰會要妳們去舉重啊 跑步那些OK的 跑步OK OK 期待她今天的變化囉 先到我們Joanne老師這邊 準備要化妝 謝謝 好的 來 老師先問一下 她的底子是不是本身就非常好 對 她的五官非常的精緻 而且膚質也很好 然後就是純色天生也是很粉嫩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底子 可以當雜誌弄模特的 哇塞 那我就看看 她等一下到底會差多多呢 好 那接下來歡迎我們第二位 女神出場 渣幫小潔 嗨 大家好 我是招邦小潔 我的開播時間是沒有固定看我心情 你們可以追蹤我 你們不一定會愛我 但你們會喜歡我 好的 歡迎妳 來 我看一下小潔有什麼樣子的困擾 第一個 她的標題滿特別 長得不好看 請問這個不好看 是有人說妳不好看嗎 有啊 有 誰 我爸 我媽 我叔叔 我爺爺 我爺爺 妳爸 妳媽說妳不好看嗎 有 我自己也覺得自己沒有很好看啊 妳真的還不錯耶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我是妳的話 我可以去外面玩很多東西喔 對呀 因為我覺得女生會怎麼 那妳身邊的朋友 有覺得妳不好看嗎 因為我身邊的姐妹都太漂亮了 比我還漂亮 那就換一批姐妹 沒關係啊 算了 活到現在差不多就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是 不會化妝 我很不會化妝 完全不會化妝 那妳平常是素顏嗎 平常 我都是素顏 妳直播的素顏 大部分都是素顏 那妳算厲害耶 因為應該很少人像我一樣 素顏比化妝好看的吧 妳自己化妝會覺得很像鬼是不是 很像鬼啊 就是鬼 不是很像 氣月到了嘛 差不多了 那妳快差不多要出來了 妳沒回去了 不是 好奇妳平常 對 比如說妳念大學畢業了嗎 有啊 畢業畢業 那妳在大學總會有一些五 就是那種 我年紀很大了 妳有很大嗎 我很老了 妳有過三 當然 剛過三 我剛過三 妳騙人 那妳很厲害耶 等一下 她很厲害 妳完全不像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我的年齡公布 不是 妳完全沒有三的感覺 因為比較矮 比較矮 不是這個原因 妳給我的氣質很像那種小屁孩 不是 我就是小屁孩 他們一定覺得我就是小屁孩 我完全不覺得妳有三 妳保養很好 我真的三 我真的過三的女人 很少不化妝的 就是化得更稠 那不如不要化 我等一下好好防妳一下 因為給妳很多可以防的 來 下個 希望變成氣質含妞 我下輩子希望變成氣質含妞 但沒關係 因為這個願望我們這輩子 這個時間就幫妳完成 好不好 我們可以擁有一個小時的含妞就好 回去當泰妹都OK 好 歡迎小潔 先到我們的Kill老師 老師 她是不是完全沒有長得不好看 還在拍我嗎 她其實在拍妳啊 真的假的 沒有 必須說 妳的臉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對啊 小沒有用 這一隻手都沒了 老師那針對這種小臉 妳覺得她的髮型 通常要用什麼感覺 我覺得其實她很適合可以放下 那我還要看那邊嗎 隨便妳 妳愛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的資料是我們Kill老師的 重點是我 我 沒有 她其實很適合放下來 但是因為她有一個缺點是 她頭髮軟 所以她整個頭是會整個這樣塌掉的 那她有一個優點是 她髮量算多耶 她就是細軟 可是她髮量算多 那這個好整理嗎 她自己應該很難整理 因為她整個頭會真的 那細軟髮的話 通常一開始打底要用怎麼樣子的感覺 通常我會建議可能用夾子 稍微在她根部去做一個彎度 讓她可以把碰度撐起來 她其實整體看起來比較蓬鬆感 那妳剛剛推薦我那一罐有用嗎 有用 這個超強 妳再跟她講一次 超強 她剛剛叫我買一罐 因為我想說我頭髮也是細軟髮 我個人很推薦的一個海鹽的噴霧 就是它是真的在吃髮的時候 或是妳要出門前 就是噴上去 然後再吹乾 它就會很像妳去被海風吹完一樣 就會硬硬粗粗的 就完全不容易塌 細軟髮的救星 如果那個寶寶們想下單的話 記得去祕我們Kale老師 好不好 幫大家推薦一下業績 好 那最後一位女神到底是誰呢 讓我們掌聲歡迎 王玲哪有這麼柔 哈囉 我是小柔 現在17ID是王玲哪有這麼柔 我的開播時間是晚上11點 記得追蹤我 來 歡迎小柔老朋友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小柔有什麼樣子的困擾 來 第一個 排骨筋 排骨筋就是王玲的由來 我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王玲 這個很可愛 對 這是萌萌幫我設計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徽章 所以妳等於說 是有這個禮物是不是 還是妳的直播間的頭是這個 我講話前面會有這個圖案 好可愛 這個是萌萌 好可愛 我也想一個 萌萌 很貴是不是 很貴 真的 那個是特別訂製的 就要送我150萬點 然後你就會得到 萌萌還有錢嗎 好 好 來 下一個 高寬骨 全骨 Sorry 不好意思 關注音 注音 高全骨 高全骨 小眼睛 對 我眼睛是偏 妳眼睛不小 妳眼睛小 對 沒有 但它是那種 東方人的有點鳳妍 我有點花木蘭那種 對 妳就是有點上吊那種眼睛 上吊 對啦 比較鳳妍 但是妳這種外國人愛到不行 所以我就深受國家 我應該去美國 妳沒有交過外國男朋友嗎 沒有 我不喜歡 怎麼樣 是不舒服是不是 我沒有要過 謝謝妳問過嗎 來跟我分享 滿不舒服 沒有 開玩笑了 再死不合 但我覺得 我等一下想要問一下 等一下化妝師高全骨 因為我全骨也是算高 但是妳沒有到旁邊 我有 有嗎 妳摸 還好 還好 我有到旁邊 因為我們家其實遺傳就是 我們顴骨比較高 但因為顴骨高 其實化妝真的有一點困 對 因為我們也不能修什麼龍 會像骨頭還是什麼的 但妳真的太瘦了 妳為什麼吃不胖 怎樣 我看到大偉哥 嚇我一跳 來 跟大偉哥說話 大偉哥 大偉哥 妳剛剛以為妳人皮被拔掉還是什麼 嚇她 好 她有第三個困擾我看一下 希望變成遺痴的黑白 妳覺得呢 滿難的 我知不知道她節目問我的時候 我也想不出來 但我不得不說 因為我認識小柔這麼久了 妳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變漂亮 就有一種美感對不對 妳去哪裡做 做了什麼 她一直問我 不是 因為今天我就覺得 哇 小柔今天怎麼特別有氣質 我變髮型 我染髮跟整個髮型都變了 妳是不是原本是什麼 中分嗎 旁分 旁分黑直長髮 妳是黑髮嗎 我是黑髮 純黑 我一直壓在那邊覺得她是金髮 No 沒有 因為她以前很胎 對 她以前很胎 然後今天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柔和感 有一種女生感 對不對 等一下第一就是我了 妳今天有柔和感 我不知道怎麼了 妳是不是愛上我了 是沒有嗎 我知道了 她是妳今天帶咖啡色的童片 對啦 妳好厲害 難怪 因為她今天給我 好厲害 她今天給我一個想說 然後加上妳又染這個咖啡色 然後妳又去種 這睫毛是真的嗎 種的嗎 種的 種滿 因為要素顏 以前沒這麼滿 難怪 今天又滿到爆 因為她今天好有氣質 好 第二個是 妳身為其樂三獸的妳 連特製會上都是亡靈 就剛剛那個 三獸是哪三獸啊 我跟小西瓜跟小莎 怎樣 我記得她們是誰是不是 小莎好久沒看到 對 妳現在只記得我對不對 對啊 小西瓜是誰 我知道啊 知道 好 就那咖啞咖啞的 哈哈 就講話沒有娃娃音那個 可是妳們三個誰最瘦 我啦 我大概三七 公斤嗎 公斤啊 妳三十七公斤 欸 她 妳這個 妳這個比那個還細欸 比哪個 比哪個 比一些人體器官還細欸 欸 妳這很熟欸 我 不是 因為通常就是 那這種的妳可以嗎 這種喔 我不知道欸 天系是不是 我朋友好像不行 欸 那妳怎麼維持妳身材的 妳是吃不胖嗎 我是很想胖好不好 可是妳吃不胖 我吃不胖 我吃很多啊 真的不是 節目不是說我大胃網嗎 妳一天的食量大概是多少 多少 就是我跟他們吃飯 都是一直吃一直吃 沒有 欸 那我好奇 妳們吃不胖是吃了馬上拉 吃馬上拉嗎 喔 真的吃幾餐就排幾餐 沒錯啦 真的假的啦 就是沒有便秘者 那妳有因為這個太瘦而困擾嗎 就每個人 就我看到我就說 妳可以吃飯 我今天就已經不想解釋了 那我好奇 如果天氣很熱 妳會不會 比較容易昏倒還是什麼的 不會 有一個啦 就是 手錶很難買 還有那個衣服 褲子那些都很難買 妳那個S都感覺是XL吧 我可以穿銅鞋跟銅裝 銅鞋 YES 妳瘦到連腳都那麼小啊 我的腳大概三五 三五半 妳跟我媽一樣欸 小腳 可是我不矮 對 手也小 就很怪 真的假的 那妳手錶 對啊 妳手錶 妳這個應該是去改錶 她拆了好幾個 就是整個店只有這隻可以戴 那妳衣服怎麼找啊 好奇怪喔 衣服就是褲子到鬆緊帶那種 妳真的是看銅裝嗎 ZARA銅裝 那個有一個學學那個牌子 HUNTER UGG我買銅鞋 還比較便宜 Converse也是 那妳很省欸 銅鞋 那內衣是 銅裝 我內衣跟你穿一樣的 好不好 好啦 但是因為她從小就是 參加過很多的玄美 對 16歲就參加 因為我16歲就是開始外拍網拍啊 然後後來就覺得應該有一個 16歲同工欸 高二 對 那時候就覺得應該有一個頭銜 這樣比較厲害 然後我就一直參加選美 然後就一直落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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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有一次參加到 我是台中人嘛 台中藝名商圈代言人選拔冠軍 好了 我就OK 滿足了 難怪妳記這麼清楚 怎麼說台中藝名商圈 台中藝中藝名商圈選拔人冠軍 代言人冠軍 那我必須 妳看她曾經參加過的頭銜 一個是葡萄公主 就是那個如如那個 她如如有贏嗎 如有贏 但我被刷掉 如如是第幾名 我不知道她第幾名欸 但她應該是滿前面的 我是前50就 我只進前50 那葡萄公主的 是怎麼選拔 選前三名嗎 然後代言葡萄 她有什麼最佳什麼造型獎 最佳什麼什麼獎 然後跟前三吧 欸那我好奇 你們所有造型都要跟葡萄有連接嗎 比如說我要一串葡萄在這邊 還是什麼項鍊 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她是就是比較 親民一點的 但是我常常會誤會主題 我就會比較 model的那種樣子 然後他們就不要 誰告訴妳想model 我誤會嘛 妳說其他人是把真的葡萄穿在身上 她們會有一些衣服上面會弄葡萄的那種 裝飾 妳完全沒有 我完全沒有 我就是model 那妳好猜到她說男頭腳白損女孩 那個也是 她們直接那個選評的人說 我們沒有要選model 我們要選就是素人 然後我就 啊我又錯了 你會不會有誤會自己落選了 我好奇 妳16歲那時候的體重 43 妳現在還反而更瘦 對啊 越來越瘦 對我是快變亡靈了 對啊 那請問妳是從哪裡去發現這些頭銜的獎 參加的地方 之前有一個獎金獵人你知道嗎 妳說那個網站嗎 就全部都報 所以妳報名這個選美DV是有錢的 有啊那時候大學有1萬塊 然後我就有一個超大的看板在一中商圈那裡 很久很久 然後我還去那邊就是主持節目 主持活動一個月 哇塞 就是一個代言人 因為我是台中人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比賽 對啊 那好奇天之下 大家很厲害 那妳現在還會想參加選美嗎 先不用 我要選這個DV 這樣也算選美嗎 也算選美 所以等一下呢 那個小柔的寶寶們 或是大學們 記得趕快投起來 但還有一個很 因為我從來沒有那麼認真訪過小柔 沒有通常小柔是在我旁邊 那妳在單直播組之前 妳是房仲嗎 對 是不是很跳通 很跳啊 誰敢跟你幹房子 那個時候 妳當了幾年的房仲 哈哈哈哈 講什麼意思 就是 補到半年 因為我真的不會當業務 補到半年的好意思 拿出來分享 我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鏘 那時候我不太騎機車 我是沒有駕照 就直接騎車上路了 而且我不太騎腳踏車 所以等於是我是一直摔倒 然後有一次我在人行道上 然後一吹油門 人 就是人站在原地 機車飛到馬路上 然後人沒事喔 人站在原地啊 機車衝出去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你不懂嗎 就是 我吹油門 啊 機車飛到馬路上 我也有曾經欸 因為我之前也是很害怕 其實摩承 然後因為我們以前的家裡 是那個鐵捲門 然後我想說要吹油門 因為媽媽都叫我們要這樣吹 然後我把那個鐵門撞破 因為就衝出去了 那時候警察還來關切 所以有沒有怎樣 我就說我沒事沒事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駕照 我就說好怕 然後那個有說就是 我那時候房仲有那個商圈圖 上面就什麼什麼大樓 什麼什麼大樓 我就把那個圖貼在儀錶板 然後就邊騎邊認識 這是什麼什麼社區 地保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騎撞到車子 然後就車禍 然後就嚴重車禍 然後就住院 然後現在還有吧 那你有賠那個車子的錢嗎 是 欸我告他欸 他違庭 然後我還告書 我整個人生 那你賠了多少錢 我沒有賠啊 那你告書不用賠 我告他欸 對啊你告他 告書了你 是他不用賠我 是我要我醫療費跟機車費 因為他違庭 但你要給他那個 你要付告的錢 告是不是要錢啊 好像要 好像是 告是要錢吧 好像是 反正就莫名其妙 反正我不適合當業務 我適合當主播 女生 好 夜行 但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但是你曾經住在新生兒急救中心的樓上 你有發生過靈異事件 對 這個點在台中嗎 在豐原 因為我媽的上一個老公是醫生 然後那就是他們家 然後一樓是醫院 我們住樓上 那已經是祖傳的 祖傳的 大樓這樣子 的後天 然後就 妳剛剛那個表情是什麼 因為覺得很可怕 你不是有靈體質嗎 有啊 我沒去哪裡 那時候 他們夫妻睡一間 我自己睡一間 然後呢 睡一睡 就 門把有 門把有在 動 然後呢 沒有 門沒有開 可是有一種 靈體飄進來 然後有點 圍撞到電風扇 然後快要靠近 我就 躲在臉背裡面 趕快打電話給我媽 然後我媽說 快點來快點來 然後他就趕快衝進來 然後我就說 我不要睡在這裡了 然後他就 把我拉去他們那邊一起睡 然後那晚又整晚都沒有睡 因為他老公打呼好大聲 可是我寧願打呼 不要再回去那一間 妳這故事很顛簸欸 所以最後妳選擇了打呼聲 對 妳要看到零 那妳後來有再住那個地方嗎 還是住到他們離婚了 妳這故事很千七百塊 好 反正最後住在那邊住很久 然後他們就離婚了 然後離婚之後 妳就沒有在住那個地方了 對 而且我媽還常常聽到 有小朋友跑來跑去 然後都不敢跟我講 怕我害怕 那離婚了 那妳媽媽也搬出去那個地方 搬出去才跟我講 所以妳媽為了就是不離婚 然後一直忍受這些 靈體的干擾是不是 這算是吧 好偉大 好偉大 好 但是等一下再跟妳講一下 等一下再訪問妳一下 來 我們小樓先換我們的髮型區 好 好 來 小潔來到這邊 來來來 小樓到我們的化妝區 好 我們先來訪問一下小潔 妳平常在直播間是什麼風格 就是找氣質淑女溫柔 沒有啦 妳在亂講話 溫柔路線這種路線 沒有 因為上面的腳本有寫說 它號稱新加坡小辣椒 妳在直播間有沒有發生過最辣的事 妳說 就是最嗆的事 最嗆的事 就是有客人喝醉 然後想要親什麼的 然後我就要打他 真打嗎 真打 然後 妳不用故意那邊走 我看妳真的演得很辛苦 妳可以放開來 因為這邊都是妳認識的寶寶們 就這樣才尷尬啊 為什麼會尷尬 妳這樣他們才覺得尷尬咧 就是另外一面嘛 不好意思 就是反正 就是我要打的時候 然後寶安就把我抬起來 也把他抬起來 然後他就被丟出去外面 所以妳真的是沒有在怕打輸這件事情 因為他真的把我惹生氣 我有警告他很多次了 妳警告法是什麼警告 就是 欸 不要靠心我 不要 我最後一次警告妳 我會先真的警告妳 妳真的不聽 我就真的只能打下去 沒有辦法 不是 妳聊 如果說我不合理的話 妳還真的 我真的就打下去了 女生真的身體氣來也不簡單的好嗎 不是 丟死頭髮 妳算脾氣不好的是不是 算是火爆型 算嗎 我脾氣不好但我人很好 我很好相處 所以妳脾氣算差 對 算差 妳平常生活圈朋友是 妳很常會罵身邊的朋友嗎 我不是這種人 我真的不是這種人 那妳講幾個 妳幾個點 沒有 是我不是真的罵他們 是他們太呆太笨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妳怎麼可以這麼笨 所以妳的地雷是呆跟笨嗎 就是要聰明一點 我沒有耐心 我沒有耐心教太多次 妳是牡羊座嗎 我是雙子座 雙子座會這麼火爆 應該是 應該是環境造成的吧 弄到脾氣不是很好 以前在新加坡工作 所以 妳做了什麼 我好奇 我做酒吧 哇 做酒吧 那妳應該管很多小客 沒有管 因為我本來性格 因為酒醉的人真的很乳 我會先遠離他們 就是喝酒醉的那些人 我都會先遠離他們 對 那他們通常會說 來啦 就是那種很乳根本聽不懂 聽不懂就叫保安 就叫保安 對 不然就不要理他 所以妳沒有被酒客吃過豆腐 有有有 就是妳真的擋不住 有 就是不小心啊 就是我沒有注意到 他太快了 就是有那種不小心要去吃你豆腐 就打妳胸部這樣 對 然後我就直接 砰下去 砰 砰是打她的巴掌嗎 砰下去啊 直接砰下去 天啊 好MAN喔 直接砰下去 我真的會覺得妳很棒 我就說妳怎麼不去死 可以 我覺得可以 這個死是可以講的 怎麼不去死 死 怎麼不去死 那妳會在直播間跟寶寶對罵嗎 對罵 妳說對罵 會啊 我不會啊 就是跟寶寶們吵架 都是他們霸凌我 不是我霸凌的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的觀眾 其實有一點怪的原因 是因為我每次自己開直播 因為我也很常罵路人 或是酸民 他們越罵越愛看耶 有嗎 我不知道要問他們 你們是有愛看那個小潔罵人嗎 妳曾經有在直播間罵三字經嗎 我們今天不能展現 那我只是想要好奇 妳有沒有在妳的直播間罵過三字經 每一天啊 每一天都罵 每一天都罵 但我不是真的那種很兇的 罵會開玩笑的那種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不禮貌的 講類似這種 不是那種不禮貌的 是開玩笑 他們都懂了 都是開玩笑 他們也會霸凌我 妳怎麼不講他們霸凌我 誰霸凌妳來 妳是要念算 裡面這一些 誰霸凌我們家小潔 在上面的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我好奇 我好奇妳罵髒話 會不會有人反而是多給妳禮物 想看妳罵 還好 他們會因為這樣進來我這邊看我罵 可是他們最後會丟我禮物 我覺得是 感受到我的人吧 真正的我不是只有這樣子 發神經而已 我也是有正常的時候 感受到妳真正的人是什麼樣 妳說很真性情 對 我有很多面 我有很多面 妳個性其實算比較直 蠻直接的 蠻直接的 我跟你講這種女生就是最沒心機的好不好 有錢也沒有用那種 所以妳很有錢 我不有錢 他們問我說有錢也沒有用 但她有一陣子就是業績很差 一個禮拜沒小費 但有客人說妳印堂發黑 沒人跟妳訂桌 最後變靈異事件是什麼故事 對 就是有段時間生意真的太差 差到他們說建議我去拜拜 妳說是酒吧的生意嗎 酒吧 對 因為我們都會有訂桌 一定要有業績 然後我就去拜囉 我就是半信半疑的去拜 然後一到廟的外面 突然有個小朋友 就這樣拉我的衣角 拉我的衣角 然後我就頭就低下去看他 他就看著我這樣 很可怕那表情不是五歲的小孩 然後下一秒就愣在那裡 然後他爸爸叫他就馬上恢復正常 就爸爸很開心我就愣在那裡 秒數衝進廟 用秒的衝進去廟裡面 天啊 很可怕 妳說那個小孩是真的五歲小孩 可是他跟你講話的 他應該比五歲還小 可是跟你講話不是 他就是一副好偶爾一仔戲那種感覺 真的 我嚇到 我這輩子應該覺得最可怕就是這件事情 那妳去廟裡然後呢 妳是說譬如說像行天宮 龍山是這種嗎 就是新加坡的媽祖廟 很有名的媽祖廟 乖一廟 講錯了 所以妳拜完就好了 應該是吧 應該是 所以妳本身有靈異體質嗎 沒有啊 完全沒有 沒有 我自己都是鬼 我還有什麼 不是 因為我很好奇 因為做酒吧的 其實他們都會拜一些東西對不對 對 會拜拜 是拜豬八 是拜豬八戒嗎 你們有要拜東西的嗎 不用啊 不用 看自己沒有拜沒有拜 看自己 有一些人會有拜一些 佛牌 關公跟佛牌或是什麼 小鬼什麼都有 但是 有小鬼的 但是你只要心存是善良的就好了 不要害了我覺得你拜什麼都無所謂的 蠻正面的 好 最後一個是工作不是很如意的 私下常出 你有發生過最丟臉的事情 是什麼 有吧 就是很久以前 就是因為我逛街或是幹嘛 我都是走自己的 我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就會 妳說一個人逛街 沒有 跟朋友也是 妳跟朋友出門 妳不會理朋友 就是走就走啊 跟男朋友也是 跟那種以前男朋友也是 我都會 妳為什麼要跟以前男朋友出門 就是我就勾著他 很順其自然就逛街 然後下一秒我放開 我再勾我就不會管是誰 所以我就會勾到別人的男朋友 真的 妳算很偏瘋欸 然後我那時候男朋友 跟他女朋友就站在後面 傻眼看著我們 對 就傻眼 然後妳有跟那個男朋友交往嗎 沒有 我就是走到一半 我要問他 這個價錢怎麼樣 就 呃 你是誰 我就 你是誰 然後就再看一下後面 然後就發現 我就想說 妳為什麼我拉錯妳的時候 妳不跟我講 他就這樣被我帶走 妳知道嗎 怎麼講 他又不在妳旁邊 就是那個被我牽錯的男生 他可以講說 妳牽錯了 然後沒有 他就這樣被我帶走欸 他就這樣被我帶走 那這件事是妳很常發生的嗎 沒有 沒有很常 我現在很聰明 我已經長大了 我聰明很多 笑屁 欸 不是 他整個故事整個下來 我都不覺得妳有30欸 我很聰明啊 妳很聰明嗎 我真的很聰明 那我好奇 妳上一份工作就是酒吧嗎 就是酒吧做了5年了 那妳為什麼想要從酒吧 變成是做直播 因為疫情的關係 酒吧3月就沒有營業了 好老實 好老實的原因 好老實 所以妳原本3月之前是在新加坡嗎 嗯 新加坡 然後後來是毅然覺得 啊 好啦 是關店了是不是 關...沒有 暫停 他們先關 就是新加坡的夜場都不可以開 酒吧啊 什麼通通都不可以開 暫停營業 所以不是關店 不是關... 所以妳們就回來台灣了 我不知道撐不撐得過去 但不能不說 妳剛剛說那個80萬點 很多是以前新加坡支持妳的人 其實有很多我新加坡的人 就是來幫忙 我從新... 一開播的時候他們幫我很多忙 不然我也不會起這麼快 妳是從以前完全沒有直播過 我從來沒有 妳覺得我這樣子我好意思直播嗎 我覺得OK 妳為什麼覺得... 在酒吧上面沒有人覺得妳很漂亮嗎 她們就是...我覺得是我的性格吸引她們吧 應該是 我覺得... 那妳在酒吧的穿衣風格 很正常 沒有露 不露啊 什麼都不露 那妝呢 妳該不會素顏去上班吧 不可能 跟現在差不多吧 這麼淡 對 我是最淡的 因為 有原因的 妳說 沒有人化妝可以像我一樣醜 我化妝真的很像... 很像... 八大 妳是自己有在家裡試過說 好吧 大部分化妝 剪毛 那我就擦個剪毛 妳有貼過腳的剪毛嗎 有啊 真的有 我跟你說以前我在剛上班的時候 我們經理就有一次跟我說 叫我一定要化一個濃妝來上班 我就說好 你逼我的 你不要忘記 我說好 胸臂啊 這也要胸 然後我就化了 我真的化了 化出來的時候 我說... 然後經理只看我講一句話說 妳以後就素顏來上班 就走了 太難看了 化妝真的很像... 就很醜 就是妳懂 沒有 我懂 這可以講啦 不行 這很... 很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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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比較俗氣一點點 比較俗氣 可是是沒有人教過妳化妝嗎 沒有人教啊 妳身邊... 妳說妳身邊漂亮的姐妹那麼多 沒有人會教妳化妝 他們是放棄我吧 他們說... 妳這姐妹也太壞了吧 沒有人... 妳看她的眼線 霧個眉 中個睫毛 有啊 我眉毛就是穩的啊 剛剛...剛剛有再補一點點 那中睫毛呢 我不行 我眼睛會癢 我不喜歡 覺得很煩 我覺得很煩 一直有東西遮住我 半張... 眼睛都睜不開 一直這樣 我都不喜歡 好 我們先請妳去我們的化妝區 來來來 先訪問一下蕾蕾 好 來問一下 因為她曾經棄權了兩次 今天終於排出空檔了 妳先告訴我 為什麼前幾次會棄權 也不是棄權啊 就是我很想來參加 可是就是因為有別的工作 就沒辦法來到這現場來參加 因為我知道她真的非常忙 她19歲就拿到了亞洲百大的DJ 目前已經連續四年的亞洲百大 對 你為什麼當初會想說要學DJ 因為早期的時候 我是以網拍跟棚拍的那種方式 然後因為我不是台灣人 我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在那邊的時候 就被17歲的時候 就被公司發覺說 你要不要學一個才藝 他們就栽培我 就學DJ 然後就學到今天為止 就2016年開始 那DJ是公司叫妳去學的 還是妳自己本來就滿有興趣的 我自己本來是對音樂很有興趣 就是很喜歡就是做詞啊 做曲啊什麼的 然後老闆就說 那不然的話就以更不一樣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就叫我去學DJ電音 就跟我早期的那個形象是完全相反的 不一樣的 對 就是我比較穩敬一些些 可是因為DJ之外很狂野那種感覺 然後就慢慢地改變了我的人設和 就是想法什麼 然後就慢慢地喜歡上電音 對 那妳私下還是算文靜的人 私下 如果撇開今天妳在表演的話 對 我算是比較文靜一點點 對 所以妳 那妳會想要發 比如說個人專輯啊 或是什麼什麼的 有有有 有在籌備當中 今年會發個人的 天啊 欸我跟妳講 妳為什麼當時寫真集 妳可以附贈一首歌欸 對啊 反正想 可是這是因為我的那個歌曲 是比較偏向可愛清純風的 然後這個就是有點太性感 就是 我跟你講這個才剪 妳這樣封面是這個 妳會說 哎呀快過 類似很可愛的 男生愛風的 很跳tone的感覺 所以妳今年會出的那張專輯的風格 大概會是比較可愛的 對 比較活潑可愛 然後符合我現在的年齡 因為我之前就是DJ的形象 就是比較 不像我現在的年齡的感覺 所以就會 公司想要就是轉一個方向 形象 對 好的 那接下來呢 她 妳之前是高學歷 妳完全直接放棄去做DJ 那家人同意嗎 也沒有說放棄 因為我上課是早上 然後就是晚上的時候DJ 然後家人就很不同意 就是說 欸妳為什麼一定要去當DJ 因為很累 然後又是 就是妳在夜店 我覺得家人應該會覺得DJ這個 工作是亂亂的 對 就是環境很複雜 就是圈子裡面啊 全部都是那種壞男生啊 壞女生 就是每天在蹦跌的感覺 但老實講 其實DJ台跟那個舞池 其實隔很遠 隔很遠 就是根本接近不了 所以妳通常DJ播完 妳是直接回家嗎 對 我是直接背書 然後就走了 這麼乖 對 妳不會想說下去就來成這樣 我不會欸 因為我之前就是很文靜的一個人 然後又不會喝酒 就是喝一杯就倒了那種 所以我就是會直接下班了 到點了 趕快走了 一過天還要上課啊 我去年才畢業 哇 那妳很拚欸 妳不會坐到一半想說 那太累了 我不要做DJ了 妳有跟公司這樣講過嗎 所以我現在就 來就是 努力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 所以有講過 沒有啦 就是覺得好像要轉一個方向 對啊 那很厲害 我希望這張寫真集 應該會賣得滿好的 然後下一個是15歲 妳就開始擔任外拍模特兒 嗯 對 就是小時候 妳也出道很早欸 我很早 因為那時候就是 要準備就是讀大學的學費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那裡是 就是讀私利的很貴 所以就是要自己籌備一筆錢 然後要存好 說就是大一大二的錢 大三大四的錢 然後就一直要努力工作啊 然後就是拍照啊 賺錢這樣 妳15歲就在存大學的錢 對 因為我們17歲就開始報名 讀大學大一 所以等於說 妳家境算沒有那麼好嗎 算是 就是中等 中等 但是大學還是要自己付 對 就是想說 不要給爸爸有太多的壓力 然後就自己賺錢 這樣子 那妳15歲拍照 妳有沒有遇過比較特別的經驗 倒是沒有欸 因為我的就是工作還蠻順利的 就是沒有遇到什麼 就是攝影師 就是那種攝影師 妳沒有嗎 沒有欸 妳長這樣很好被 可是我不知道 大家就覺得我長得很像很容易就是被欺負還是怎樣 就很容易好像被 譬如說來衣服脫 DJ 妳就會這樣 好的 完全沒有嗎 我反而不會 就是工作到底 就說 欸還有剩下15分鐘 你們要快點拍這樣 那她算一路上都蠻順遂的 是蠻順的 那我好奇 因為其實 DJ在女生界 應該算蠻 就是競爭者比較少對不對 其實也是蠻多啦 真的是蠻多 近幾年真的是越來越多 那妳算很早一批啊 對 我還蠻早 因為我2016年開始 到現在4年 因為我必須說 我看了很多女DJ的 比如說照片 每一個都蠟的跟什麼一樣 對 她們都很蠟 然後她們頭髮都是五顏六色 然後就只有我頭髮黑色 因為我真的很不想染 可是之前的經濟公司是說 啊你給我去染一個大紅色啊 大紫色那一種 可是自己就很不敢去挑戰 因為回去要給爸爸罵 因為沒有 因為我跟妳講 在當DJ的時候 在放音樂的過程當中 然後那個DJ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跟著 她一定要這樣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對 那妳是這類的嗎 我不是欸 我只是這樣而已 妳就是這樣跳這樣 那妳衣服 因為我剛才有稍微看一下妳的IG 妳都很蠟欸 沒辦法 公司就是要必須 就是有一點蠟蠟的感覺 那我私底下真的穿得很保守 或是素顏啊什麼的 所以妳其實平常沒有什麼蠟的衣服 純粹佛表演 對 平常的時候就是包很緊 對 那爸媽知道妳穿這麼蠟嗎 他們一開始 可是妳會表演完換學生服 這樣 爸媽我回來了 妳會嗎 我不會啦 就是很累啊 可是就是穿一個 類似這樣的外套 然後就是回家 遮起來 對 因為剛剛說到她IG 她IG很恐怖 她IG有151萬的粉絲 怎麼累積的 拜託教教我 因為馬來西亞跟西方波 比較多玩就是IG嘛 然後就是台灣比較多玩FB 所以可能你也有FB粉絲 可能也是很多 很少 哈哈哈哈 妳有粉專嗎 有 那妳粉專幾人 呃 15萬 也比我多 也比我多 哈哈哈哈 那妳經營IG有什麼撇步嗎 就是每天都要PO兩張照片 每一天 我先起來起來 每一天兩張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你要選擇就是高峰期 就是可能是12點 中午嗎 對 中午12點 對 因為他們吃飯時間 那第二張是幾點 第二張的話是8點 8點 如果你錯過的話就可以9點 錯過的話9點 對 真的真的我沒有騙你 你有調查過嗎 你可以看後台的數據 就是那個兩個實準 真的很準 所以你通常就是12點發一張 對 然後8或9點發一張 對 然後你12點一定要發就是白天 就是 喔我要去運動囉 那種感覺 12點發運動白天照 對 晚上的話就是可能是室內 然後或者是 晚上要室內 室內 就是不要有白天的 有 有差是不是 有差 這個是 因為我真的是不知道要問什麼 因為我身邊可能沒有100萬的粉絲的人 所以你自己有特別做過研究 對 我是覺得 因為下午大家就是吃飯的時候 喔 它是白天 然後要花花吵吵這樣 然後晚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棚內 就是 工作這樣 喔下班了 你下班了沒 那種 然後要給他一個疑問句 然後大家都會回答你 就比較多互動 你說文章內容是疑問事 疑問事 那好 那如果你等一下八點要發一張照片 你會打什麼樣子的文字 我是說 喔今天來錄女神看不得好開心喔 終於上工了 你們剛才有沒有來看我直播呀 那種感覺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交代說 喔今天工作一整天了 你吃飽了沒 或是你下班了沒 有沒有很累這樣 那我好奇 你會去下面回粉絲們嗎 我不會 因為我們的IG 真的要回了15個之後 他會就是不讓你回 蛤 你不知道 有嗎 就是你連續回15個 他就說 你不能再回了 要等等 就是你可能就是回10個 10個10個 所以就很花時間 是100萬以上這個功能嗎 我不知道 不是我會回很多個啊 他到GG去叫我回 我在這回到一半 他就說不能再回了 那我好奇 如果你假設你今天要發比較清涼的照片 你會放在中午嗎 我會放在中午 我就很像比如說 清涼照要放中午 嗯 就是很像比如說 泳妝 泳妝這樣 對 放中午 對 中午 哇 這個是很好筆記的時間 我以後都 好 12點跟8點 那你有成立在8點發室外照 然後比較 觸及率比較低 我是沒有啦 因為我都會是按照早上跟晚上 就是晚上我就會放 就是工作完的照片 或者是晚上的照片 那你照片怎麼來的 因為其實一天兩PO 算是照片量很大 對啊 就是工作的時候就要一直狂拍 一直狂拍 然後每個衣服每個點都要拍一下 對對對 然後出去吃飯啊 或者是運動啊 都拍一下 那你這樣不會強迫 我每一天一定要出門 對 就是每天一定要找事情做 就是可能 啊 好累喔 對啊 就是像我的時候可能就是去 上課啊什麼就拍一拍這樣 但如果你沒有做到兩個也沒關係 就慢慢來這樣 我不要 我要追上的腳步啊 但你粉絲那麼多 你有曾經遇到瘋狂粉絲嗎 瘋狂粉絲有欸 之前的時候 我就是 因為我去年才畢業 然後才來台灣發展 然後我去年的時候 還在選 你去年才來台灣 對 我去年7月畢業 然後10月來台灣 欸 那我遇到你的時候 算是我剛進來 是嗎 嗯 算我剛進來 因為我曾經在節目上有遇過他 然後他說 哇 150 怎麼會這麼厲害啊 所以那時候是我剛來台灣發展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覺得台灣演藝圈很險惡 不會啦 等一下 你看他的眼神 不會 不會啦 不會嗎 我覺得台灣演藝圈就很會照顧人 喔 因為他是美女 也不是啦 就是 大家都會互相說 欸 你那疫情回不去啊 有沒有很想家 如果你想家的話 我們可以出來吃飯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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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句話是男藝人問的吧 呃 也是啦 就是 天哪 好想知道是誰喔 來 你偷偷跟我講 最近一個有這樣問你的人是誰 張立東 啊 應該講他沒關係啊 對啊 他沒怎樣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 他就會說 欸 你在 你有去嗎 我沒有 太棒了 我說我可以自己吃 欸 你很聰明耶 因為他最近說 欸 你很久沒有回去馬來西亞 你想不想吃肉骨茶 我聽說那信義系 有一個很好吃的肉骨茶 走 我帶你去 那有說什麼 喔 心情很差 你可以回來陪我嗎 沒有 有啦 保護好自己 對 要保護好自己 那我好奇 那你來台灣那麼久 你有沒有最喜歡台灣的什麼食物 我喜歡那個手抓餅 就是它 蔥抓餅嗎 它手抓 手抓跟蔥抓一樣嗎 就是它是一個餅皮 然後裡面可以放蛋啊 然後可以放肉鬆那些 那那應該是一樣的 對對對 很好吃 就很像我們那裡的印度煎餅 有一點類似 只是裡面的料換成 就是比較台式 OK 好的 那等一下非常期待 蕾蕾的表現 那我們現在請蕾蕾進去換衣服 耶 謝謝 好 哇塞 今天進的非常激烈 要跟這個IG有151萬的粉絲 好 現在兩位呢 因為今天他們的臉上都有一個特別的造型 比較很期待他們的照片 因為我們的風格是飄飄仙女風 所以等一下我也會負責在這邊幫大家吹 因為上次好像吹的大家滿開心的 然後因為我們衣服呢 都會是做比較飄逸風的感覺 但是因為小柔剛剛在開幕前 有跟我誇下海口 來 你要不要自己講一下 我如果投票第一 我要幫你打歌 沒有啦 我要跟他一起跳娘娘腔 你有學這支舞蹈 每一個跟你合拍的人我都看過 你真的是鐵粉耶 萌萌有來嗎 萌萌 大偉哥 投起來啦 我想看小柔 我真的 你平常會跳舞嗎 不會 我就是執障 所以就為了你 太感謝了 All Day 妳不是要跳娘娘腔嗎 All Day也可以啦 兩個都可以跳好不好 如果想看小柔跳舞的 記得等一下一定要投起來 那小潔如果妳今天第一名 妳會怎麼樣 蛤 我 妳如果今天第一名 妳要不要來給一個 我想一下 髒話連珠胖 這可以嗎 我們節目是可以罵髒話的嗎 不要罵髒話 微微的啦 微微的 微微的可以嗎 一句最狠的 我說等一下 現在不要罵出來 等一下 如果第一名的話 我哭出來好了 我很難哭的 妳哭得出來 妳不哭我們不收工 我也是人 我也會感動 妳都說 那妳感動的點通常在什麼時候 我好奇妳這麼堅強 妳是看到髒話的感覺用手把嗎 我不行 我怕蟲 我是那種就是 為什麼兇 就是因為太 其實很膽小才兇的 那妳最怕的東西是什麼 都怕 都怕 嗯 寵物都怕 狗 貓狗怕 哦 我們家是那個 動物協會 就是專門支持 那個流浪狗的 天啊 那妳整個訪問都很不合理啊 妳說什麼動物都怕 所以妳家裡有在照顧貓狗的流浪呢 有 我們家都是收養的 那妳會跟牠們玩嗎 會 我看牠的眼神就代表牠真的很少化妝 因為通常在畫上下睫毛呢 我們眼書基本上就是要往上 或者是往上 第一次給人畫嗎 對啊 那第一次給了我 不是 對 牠第一次給我們的Joanne老師 第一次通常都非常的珍貴 因為我很訝異是 如果身邊好姐妹都是漂亮美女的話 怎麼不會幫牠化妝呢 沒必要啊 沒必要畫 妳有誰說 XXX 妳可以幫我畫一下妝 我想跟你一樣 沒有 我不會 那姐妹沒有說 我幫妳畫一個 沒有 我很像男生 性格很像男生 那生理是男生嗎 當然不是啊 嚇死你 嚇死你 好的 那我們要不要先 好 OK 我想我先請小柳後面換 好 OK 因為我們蕾蕾差不多已經要換好了 非常期待的表情 因為今天有兩位是從同工時期 就開始在接外拍的 一個15歲 一個16歲 然後有一個是完全沒有拍過照的 那我好奇妳平常IG的生活照是 大概是走什麼風格 誰啊 妳啊 我沒有IG啊 妳沒有IG 天啊 我昨天我昨天才 那妳有臉書嗎 有 可是我沒有放 我昨天才 沒有IG很奇怪嗎 很怪啊 我就不是現代人啊 我昨天才辦的 一張照片都沒有 好 我們第一張就寫給我們女神 CAMERA 那我們先請小潔到我們舞台後方去換衣服 來 從這邊走進去 來 好的 那我們的蕾蕾呢 已經換好衣服了 讓我們掌聲歡迎 AMBER 蕾蕾出場 耶 還可以嗎 很浪欸 我覺得我對妳照片很有信心 今天是走一個是CINDERELLA的感覺 妳自己私下風格是不是比較像這樣子 私下 私下我其實很隨意 就是樸素的那種感覺 就是T恤啊 短褲 OK 這個造型爸爸媽媽應該會非常喜歡 對 媽媽都希望女人會這樣子 就是這樣飄逸的感覺 好的 那我們請來就我們戰鬥位子囉 好 好 來 這邊呢 幫大家開啟這個風 因為其實剛剛大家在那個開拍前的 試拍都非常的漂亮 很美 很美 妳很賤耶 對 感覺很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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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表情很厲害耶 對 對 她的笑怎麼會那麼… 我很少看到易甫從後面跑出來看 好 哈哈 通常… 誰生日 好 生日快樂 那我等一下請你進來跟小潔拍一張照 好 易甫 你進來跟他拍一張照啦 好 易甫 完成 完成 完成你的… 等一下 其實就完成 你生日啊 你今天生日 太醜了 被臉紅個屁啊 不要太後面喔 前面一點 前面一點 要不要滑掉 這當你自己留著 你臉很紅耶 你平常跟我們生日生日都沒有紅成這樣 看我 OK 好… 你可以回去的工作崗位 我們聽出這麼人性話啊 OK 這個OK嗎 OK 這個OK了 有嗎 它有完成了嗎 還是你要不要幾張你自己想要的pull 你平常是辣妹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張辣的 辣喔 你自己的 一張就好 一張就好 好 一張 等一下喔 你自己喬一下 好 這樣 小路相見就好 裙子 好 放掉 再來齁 再一次 很辣 欸 我不能吹一下 我再吹再低一點 你剛剛放掉 不是 不是 你動動不動 你剛剛吹了以後再放掉就好 OK 好 來 很美 放掉 最後一張囉 好 來 公放掉 OK 這張好好看 很美 很美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Amber 謝謝 我們從這邊下場 謝謝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第二位囉 歡迎我們的 炸棒小姐出場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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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很像什麼希臘女神耶 好尷尬喔 妳化妝 以後要找別人幫妳化 我覺得妳這樣很好看 真的嗎 真的很好看 趕快回答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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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 好臂先存起來 先除止 等一下 好 好 很美 妳這樣站得很美 妳挺胸 挺胸 可以就這樣嗎 先一張這樣 我們先試試看 來喔 它感覺有一種什麼 好看 它很像什麼奧運代言人 然後很有氣勢這樣 趕快給我一個小巴掌 來 沒有可以 來喔 妳很有氣勢耶 好尷尬喔 不會很漂亮 不會很漂亮 很美很自然啊 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很美很美 漂亮漂亮 你不要跟我講話我害羞 我給妳姿勢 給妳姿勢 好 好 來喔 可以比一二三嗎 可以講一二三 很美 來喔 一二三 來喔 來一二三 來喔 來一二三 偷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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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來 漂亮 一二三 怎麼會這樣 來喔 手可以插一下腰好了 對 這樣子好了 這樣好了 來喔 一二三 為什麼笑的那樣 漂亮 漂亮 好 OK 好 OK 那從那邊下去 謝謝我們的家幫小姐 謝謝 好的 最後一位呢 歡迎我們的王琳 哪有那麼柔 謝謝 來來來 女生小柔 妳是誰啦 妳平常怎麼不這樣來 對啊 好 等一下呢 小柔在開始投票之前 已經可以把手機打痕囉 因為我們現在投票系統 準備要開啟了 我們先請小柔就我們站到位置 我們Kyo老師幫妳調整一下頭髮 然後現在手機打痕 趕快投起來喔 計時二十分鐘 目前小潔第一喔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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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來了 大哥 大哥 妳剛剛很不開心 妳很不開心 你 妳是小柔啊 小柔 小柔 妳真的有選美感耶 很厲害耶 妳平常在那邊 妳很賤 妳很賤耶 來喔 來喔 我只會小柔 我只會小柔 小柔 我只會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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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稍微輕輕地去玩一下裙擺就好 她就會漂起來 她就會漂起來 放掉 再來喔 放掉 好了 不用吹了 你完全擺就好 好 我不用吹齁 跳速怎麼又這麼近啊 再來齁 最不會拍照的小仙 竟然目前是低喔 欸 你準備要那個髒話連珠泡了 你剛剛說要哭對不對 真的 確定 放掉 你下水也要水嗎 來 放掉 來 放掉 再一次 對不起 放掉 還不錯囉 漂亮啦 好 最後兩張囉 放掉 你一定要拍一個超辣的 好 超辣 你拍一個辣的 辣的 我拍一個兩張你想要的辣的 給我淫當的小柔 淫嗎 很賤 你很賤 再來 再來 有有有有 欸 你很上向耶 腳不要抬起來 裙子 不是 甩出去齁 小柔很會拍照 再一次 對不起 一 二 三 有嗎 最後一次囉 來 一 二 三 不好意思 我的失誤 再一次 來 一 二 三 OK 最後一張囉 怎麼辦 沒有 就同一個姿勢來 怎麼會 都沒事 來 一 二 三 捨不得 好 來 小柔今天從這邊進場 來 三位來到我們舞台中間 先跟大家報一下票數 目前Amber蕾蕾是一千四百票 渣幫的小潔是六千三百票 王林哪有任何柔是五千六百票 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等一下呢 我們的阿志哥會現場 先隨機挑三張剛剛個人比較美的照片 先給各位寶寶們的收看 那現在呢 要進行我本人很喜歡的環節 就是走秀的環節 老師 我們音樂請下 來 蕾蕾 Let's go 很美 很美 仙女 仙女 Oh my God Oh my God 漂亮 漂亮 好 來 小潔 Let's go 小潔她人生第一次拍美照 Ig也剛公開 好 來 小柔 Let's go Oh my God Oh my God 氣勢一百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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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回來 來 三位一起往前走 我的媽 氣勢也太大了 真的累累的嚇到 很美很美 哇塞 跳梭很結晶 好不激喔 來 回來回來 太晚了 還有十分鐘大家冷靜 目前小潔跟小樓 謝謝 黏得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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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手綁自己有什麼祕密嗎 沒有 沒有 我會一直跟他們說 叫他們 就是盡力但不要就是 盡自己的能力 對 我都一定會這樣講 那小樓呢 就是 呆呆地看著 他們說 但不得不說 今天每一位寶寶都很棒 因為真的投起來 因為最後一分鐘我真的不知道 漸漸稍微拉開一點點囉 最後一分鐘我覺得他們還是要閉一下眼睛 因為太靠近了 太靠近了 還沒還沒 還有一分半 還沒啦 還沒啦 就還有一分鐘耶 他們兩個感覺快哭了耶 妳是覺得他們很瘋 你會很感動這個票數 好來 請閉上你們的眼睛 三位都 好 我就不用嘛 好 妳就自己宣傳吧 小潔不能看 小潔偷看 小潔偷看 不要偷看喔 反正他也看不到 不然轉身也可以 好 轉身 轉身 背面 背面 背面喔 因為真的太近了 真的太近了 是不是創新高 對啊 你們兩個都破我們紀錄了 對 三十秒 妳這樣會不會其他寶寶以後不敢來啊 沒有 這是破例 沒有每次都這麼難啊 有時候就 有時候大概三千啊 八十幾 八十幾 他們會不會說 其他候選人有誰 然後先看一下 因為我都不知道他們今天會衝到這麼高票耶 對 好強喔 不要轉過來啊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來 關閉我們的投票系統 最後 恭喜我們的 小潔 轉身啊 辛苦了 轉身 轉身 你剛剛轉身 你剛剛轉身 太恐怖了 轉身了 辛苦了 辛苦 我必須說 渣幫小潔的寶寶們也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 他也已經破我們的紀錄了 小潔先來感謝一下自己的大神們跟寶寶們 謝謝你們 真的是辛苦你們 然後 很 很感動 但是我在大家面前哭不出來 我會一個一個好好的去謝謝你們的 然後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輸 OK 我們已經很光榮 我們是新人耶 渣幫 真的 新人 新人輸老主播很耳利 很有面子了 謝謝 他才播一個月 要多少 一個月 今天幾號 二十一 二十一天 一個月二十一天 一個月二十一天 已經非常厲害了 大家繼續的是 訂閱我們渣幫小潔的運氣 還有我們渣幫其他的 就是主播也請幫我追蹤 好 你說 他們去追蹤其他的人嗎 就是都好 因為今天這個節目 會讓我們其他的成員都 會有勇氣參加節目 對 都會有勇氣參加節目 我希望渣幫的人都趕快來 因為渣幫好會投票 每次來都投好多 很開心耶 來 小柔 你也哭得很慘了吧 你要不要衛生紙 好好謝謝大萊 好 你們可以直接給他 太錯 不是因為他今天來 一直很擔心自己沒有人投票 我一直在那裡 走了一個多小 他們說你不是老主播 你在擔心什麼 他說謝謝大萊哥 不管你是 怎樣 怎麼樣 你什麼 你什麼 情況下 你還是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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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 你這樣我好像不是人 我都沒有哭耶 沒有啦 沒有 他第一名 你要哭 你快哭了 沒有沒有 你是看到他快哭了 沒有 你夾睫毛擦到眼睛 好啦 因為譬如說老主播 其實來我們節目 你如果就是 你會害怕你說老主播還沒贏 不是啦 我這邊想說要讓大萊哥好好休息 結果他今天還是出來 那你就不小心來我們節目 他就得出來 大萊哥那節目也是我主持的啦 也是多頭一點也是幫助我 你走開啦 等一下要跳娘娘 你跳好荒謬喔 沒有就是現在啦 你邊哭邊跳啊 蛤 你 好 先邊哭邊跳 你要帶我跳 我們已經超死蛋 你到底要告訴他幾點 可是我這樣情緒好 起伏喔 你就是這麼瘋 對啊 你要不要吵一吵 那個兩位主播 好 兩位主播可以先在那邊上 那你要帶我跳 我跟你一起跳啦 要回音樂嗎 廢話不然乾淨 可以前面一點 好 好 好 沒了 好 收 OK 很荒謬耶 穿這樣 你整個人都很荒謬啊 你剛剛講故事就開始荒謬了耶 好 三位再回到我們舞台中間 來 好 三位再回到我們舞台中間 好 今天三位呢 都非常非常的棒喔 那如果呢 他想要參加我們每週二的女生CAMERA 不管是男主播還是女主播 都歡迎來報名喔 那我們女生CAMERA最後呢 還是在宣傳 謝謝我們的Joanne老師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我們的Kill老師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阿智哥 謝謝 還有我們謝謝幕後少女士 美顧米老師 那我們女生CAMERA 每週二晚上八點見 拜拜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